欢迎来到P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中外多方报道王一博主演电影《无名》 王一博演技被夸赞 王一博主演的电影《无名》已经在国内外上映 中国许多官方对电影《无名》进行了报道 包括人民日报、学习强国、文汇报、解放日报 中国日报、中国文化网、中国新华网、南华早报 央视娱乐、影视频道、北大社会化媒体研究中心等 无一例外,大家都赞《无名》 说《无名》是艺术、经典、黑马 是绝对的好电影《无名》的人是时代的缩影 为了传播《无名》精神 许多事业单位都在看《无名》 值得一提的是 很多官方都点名称赞新人演员王一博 称王一博扮演叶老师 演技成熟 很有出彩 夸赞《无名》一定要夸奖王一博 角色与演员互有成就 王一博形同虚设 演技丰富了叶老师 王一博值得肯定 不仅是国内 最近国外的影评人也层出不穷 《无名》在网上达到86分 很多国外影评人对《无名》的评价非常好 特别是在很多方面称赞了王一博 王一博是十几年前梁朝伟的镜子 优秀演员王一博 冉冉升起的电影《新星》 名为《无名》 目前电影《无名》的国内票房已经超过9亿元 虽然电影排名很少 但上座率一直是数一数二 好的口碑将帮助《无名》更上一层楼 王一博首部电影《无名》海外上映 体现对王一博的真实评论 王一博的电影《无名》北美上映后 大获好评 票房一路飙升 王一博也获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这对王一博和电影是绝对的肯定 在海外有着很高的上座率 这才是上映了三天 之后的表现值得期待 而且很多人觉得王一博的表演印象深刻 《无名》在刚上映的时候差评很多 不过好作品是经得住考验的 慢慢的好评也多了起来 还实现了逆袭 在国内排片少的情况下 票房还能一路升高 这就是这部电影的实力 王一博首次和影帝合作 在巨大的压力下还能有如此的表现 足以说明王一博已经是一位优秀的演员了 他的表现也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 在海外他的好评不断 还被很多人点名夸赞 很多人觉得他的演技成熟非常出彩 把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 还拿他和十几年前的梁朝伟相比较 未来必将是一位实力派演员 目前电影《无名》国内票房已经过了9亿 这么好的评价会让这部电影持续走下去 而在海外刚上映三天就引起轰动 相信肯定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不知道你看过这部电影吗 您对电影《无名》和王一博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